特朗普是把同一些国家领导人个人良好的工作关系呢 作为两国之间比较糟糕关系的一种对冲 这个大概也是他的一种丧人思维 转到总统思维的一个延伸 但是不管怎么讲呢 就是目前美俄关系一方面矛盾重重难以调解 但是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的当家人都很清楚 这个恶劣的关系不可持续 因为继续恶化下去对自己的国家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即便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 如果长期跟俄罗斯陷入战略对立和战略对抗的话 那么俄罗斯受伤美国同样也受伤 正因为普京和特朗普都意识到美俄对抗不可持续 因此都在努力的控制这个对抗 控制这分歧都在找一切可能的办法 来这个让两国关系转还 而这个五九明年五月九号的胜利大阅兵呢 实际上就客观的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 让两国最高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 来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两国关系的转还 所以呢 现在两个领导人对这个事讲的话 其实都是真话 就是普京认为特朗普应该来 而特朗普呢也公开表态这个感谢这个邀请 能不能来虽然没有定论 但实际上他也一直在创造条件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去不去莫斯科 已经不是党派之争 实际上是对国家利益需要还是不需要的问题了 因此呢到现在两国领导人 这个对这个问题上的表态都表示积极呢 既表明美俄关系矛盾依然深刻难以调和 另一方面呢 更明显的表现出两国领导人都不想让这个糟糕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下去